今天是我們在明洞的第三天 那氣象預報說今天早上的氣溫最低來到-9度 的確現在出來好冷喔 有冷喔 那現在因為昨天我們在那個樂天世界玩的比較晚 今天也睡的比較晚 現在11點多我們出來買早餐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去警服工 我們本來這個叫做什麼 雄大的商場在我們飯店對面 但是已經停止營業了 看得到雄雄但是裡面的那個閨位都扯掉了 可惜 我們要來買這個早餐 I.S.A.A.C. 還沒開耶現在都快12點了 他早上7點到20點到8點 今天禮拜天對不對 他們的禮拜應該是跟我們一樣 他們的禮拜天也是我們的禮拜天 沒有卡 不過他是外帶不然就買這個外帶啊 我們先走到最前面再回來買 先看一下它有什麼 對呀那早年剛那就可以了 米薑他會吃啊 還有這個米蔥耶 飯錢也可以買 飯錢也可以買對啊 那就買這個啊 放了一圈幾乎店家都還沒有開 我們目前 吃的沒開 對啊吃的店家沒開喔 我只是少講了兩個粗豆 我們現在只有一家 可以選擇去買那個 那炒年糕跟魚板 那商家是已經都開始營業了 我們剛剛吃的那個 吐司很可惜 沒有喔 你以為我們上游染的時候 有吃到可不可以上去的東西 不知道耶 乾娘類的可以啦 應該是可以吧 吃這個吃這個啦 只有這個可以選擇 這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熱狗吧 這個也可以啊 雪腸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魚板耶 這個也可以選擇 對 有時候定時 大小說 可以選擇 對 要好 要吃 一個 我們買了蠟草年糕 魚板還有麻藥飯捲 回飯店吃一次就準備出門了 從我們飯店到景福宮 車程大約半個小時 我們到了景福宮地鐵站 從4號出口出來 走路約一分鐘就可以來到夜市租界站 這間韓服是在網路上 庫克跟KKday還有相關的網站都可以找到它的一些租人的資訊 這個夜市韓服在離景福宮也不遠 今天是我在韓國的第三天 那我現在在景福宮地鐵站附近的夜市服飾店 租任韓服 今天我們要體驗一下穿韓服逛景福宮 那現在的氣溫是大概 負零下9度左右吧 剛剛的氣象 Apple上面看到這邊的氣溫是負9度 那我們身上天暖暖包還OK 不過我們剛剛進去這個夜市服飾 因為它不能夠讓我們拍攝 所以就沒有裡面的樣式可以去參考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們現在的韓服已經換好了 那他說我們有可以租人三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景福宮換換囉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換好衣服囉 好 要來去景福宮走走囉 景福宮就在前面囉 夜市韓服的租任價格 男生一個人大約500元左右 那女生的部分大概400元左右 那不含身上其他的配件 像我還有租帽子的部分 他一個人的價格是125塊台幣 那我們租任的時間是兩小時 那我們如果提前在網路上預約的話 他會有贈送一小時 所以我們就可以體驗三個小時 而且如果啊 我們穿這個韓服 進來景福宮的話 是不用門票的 等於是免門票 所以也是蠻划算的 我們穿著韓服進來逛景福宮 是不用買門票的囉 真好 這個場地很大耶 我這樣是全身擺對不對 對啊 全身擺的啊 所以我應該要喝掉 嗯 你披這個應該還蠻熱的啊 也比較熱 沒有 是有多一個東西幫你打工 可是其實他也沒有保暖 嗯 我們租任韓服的時間是三個小時 我們租任韓服的時間是三個小時 那現在時間也是差不多了 那加上天氣比較冷 所以我們要回去換韓服了 景福宮結束了之後 我們就要來附近的圖竹村生雞湯用餐 然後這一間圖竹村生雞湯 是在網路上很推薦的一間生雞湯 而且它離景福宮不是很遠 而且它是一人份的 所以對我們來講用餐也是蠻方便的 那原則上你在用餐的時候 它都是會有泡菜跟辣蘿蔔 然後它這個生雞湯 韓國的生雞湯就是它這個雞裡面包著糯米 然後再加上它有附你這個人生酒 如果你敢喝酒的人 你就可以直接喝酒 如果你不敢喝酒的人 你就可以把這個人生酒倒入生雞湯裡面 讓你的湯會比較濃郁比較好喝 那我們用完了生雞湯之後 就結束了今天的行程 就回飯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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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